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前阵子香嫂传了张椅子照片来询问我 问我说这一张价格会很贵吗? 嗯?奇怪了 我又不打电玩游戏 而且我生日也过了很久啊 干嘛要买电竞椅给我呢? 结果在我询问下才知道物会大了 原来是香嫂想把家里多年她坐的IKEA办公椅换掉 早期会买这一张椅子 只是在IKEA卖场坐下来感觉还可以 价格也便宜 回家用也只是下班坐在上面整理明天要上班用的东西 很少会久坐在上面 而且坐垫和椅背都打上大面积散热孔 坐久了也不会闷热 哪知这次经历两年多的疫情在家上班 和照顾小朋友居家上课 这IKEA简易室办公椅 长时间坐下来真的是折磨人啊 香嫂说她外形是让人觉得有人体工学设计 可是少了坐下来的缓冲材料 海绵坐垫等东西 坐久了感觉和坐在地板上没有两样 屁股痛腰部也是更是酸到不行 所以她和同事在聊天讨论椅子问题 让她很困扰 在她同事好心推荐下 才会出现这张电竞椅子照片有来 而且告诉香嫂 椅子价格大约要1万元起 不便宜哦 吓得香嫂马上把电竞椅子照片传给我确认 真的有那么贵吗 依现在好一点电竞椅子品质不差 确定是这价位没错 但香草只是要居家办公 一般透气网不宜 会比较适合踩对啊 让我觉得是不是推销错对象的吧 只好由我来帮她找看看 有没有适合的办公椅 刚好前一阵子同业YouTuber 都在推荐一家台湾自创品牌 叫做Baybong 虽然说有些是带有业配广告合作影片 但大多数椅子也是有经过这些YouTuber测试做过 我想要犯这踩坑的机会应该不会那么高 产品品质也不会太差才对 所以我请香草到Baybong官网 看看有没有合乎她需求椅子 最后还是选择订阅数比较高 网红推荐的卡布托人体工学椅 全能居家款 它的建议售价是12,880元到13,880元 不同规格有不同价位 而我们是选择基本款 全黑色透气网布椅子 要价12,880元 这张椅子的调整功能非常多 应该是能满足香草坐上去 调整到一个适合舒服的坐姿 而且椅背还有腰靠调节功能 真的是为这张椅子大大加分 另一个后置衣架 也是香草觉得很实用的东西 这样冬天的外套就有挂放的地方 最后是椅背和坐垫 都是可选用透气网布 完全打动香草坐下来 透气不闷热的要求 在热死人的台湾夏天 久坐也不会再那么痛苦了 既然香草占许有加 那就决定买这一张卡布托人体工学椅 接下来就是在椅子价格方面 虽然说才1万元出头 但家里有七小要养 我是能省则省啊 在各大电商比较厚 觉得某某购物折扣比较高 所以就从这里下单订购买回 但要注意 这是厂商直接出货 收到时间大约要4-5天的工作天 如果急用 可能去他们门市搬会比较快一点 而卡布托是需要自己花时间组装 而且它的包装外箱也非常巨大 可能在拍摄画面中 你很难看出大小蓝 我把我的iPhone13放上去做比对 你就会知道它的外箱有多大了 所以如果你是一般老公寓 没有电梯 建议是开箱后 把零组件一个一个搬上楼 不然全部在一起重量真的是不轻啦 可能会闪到腰受伤 要多注意一下 在开箱前 箱外会有标示你订购的型号 可以先确认有没有问题 再来开箱减少一些退货麻烦事 首先箱内有一张使用组装说明书 背后是教导你如何正确使用正确坐姿说明 正面开始就是产品说明和组装细节介绍 说明书里面说得很清楚 大概按照步骤一步一步组装 你应该都可以组装起来不会有太大的难处 箱内的内容物有靠枕和挂一架一组 再来是以背一张坐垫一个 而在坐垫下的调节五金 已经预先帮你组装在上面 最后是角座、手扶、PU轮和螺丝配件包 大致上分解的蛮多部分 所以一定要把组装说明书看清楚 安装时才不会手忙脚乱搞死自己 那来分享一下我们觉得最实用的心得 首先是这香草赞许有加的挂一架 设计合理、使用性也不错 就算柔软的薄外套也有很好的支撑性 再来是3D手扶调整自由度非常高 可以上下和左右调节 再来是前后延伸调节 综合以上功能调节 在手握滑鼠使用时 都可以很舒服把手背和手肘 放在手扶上面操作使用 再也不用怕桌子深度不够 让手背部位无法支撑 而造成手栓和手腕痛的问题 非常适合配合在小桌子使用的半公里 赞! 再来是头枕支撑度也是够用 但就是要花点时间来慢慢调整 所以个人建议 最好椅子只有单一个人独自使用 不然每换不同人坐过回来 又要再调整一次 真的是很反人耶 再来是全透气网布的椅背和坐垫 坐起来感觉软硬适中 现在夏天时节坐起来透气性非常好 也不闷的太赞 可是有一个问题是大家都会提到的 就是这透气网布表面是比较粗糙 如果穿短裙或是短裤坐在上面 就会感觉大腿有粗粗刺刺的不舒服感 如果要克服这问题 是可以放一块布和毛巾再坐上去 就可以马上改善这不舒服感 背部腰靠功能也能加减提高你腰部支撑性 它能左右和上下调整使用度还算蛮高的 一个1万元的办公室椅 有这功能真的是蛮不错的 最后是铝合金椅坐和保护木地板的PU轮 我觉得整体质感配置也算是对了其他1万元的价值 而在这阵子使用下来 感觉卡布托人体工学椅是让人满意的 连在家里的小孩子都很喜欢坐在上面读书学习 但是使用一个月后 有一天香草告诉我说 新买的办公椅坐下来前后躺的动作 有很大的咕咕或是咔啦咔啦的音音 我的天啊 这椅子也要价1万元品质 应该不会那么差吧 但在实际测试下 大家都能听到这椅子的异音 啊不会那么倒霉埋到蚁王了吧 还好这张椅子有两年的有限保固 只好先走保固处理了 所以我到Badbomb脸书官网 按照他们的要求留下个人联络资料 购买证明和故障问题影片等待官方回复 结果Badbomb回复我希望能自己按照图片所示 喷上WD40看看有没有改善一点 但点开他的图片来看 真的是有点模糊不清啊 我也不太知道要从哪一点喷下去处理 我只好再拍清楚一点的 椅子五金调节照片和他们比对 但我喷完处理后还是没有改善 结果他们又拍了一张和我椅子不同结构的照片 要求我到他指定地方在处理喷上油试试 此时我真的是脸上三条线感觉 在基同鸭讲无言以对啊 有点后悔不应该买网红推荐业配的椅子来折磨自己 最后简单自行处理也没有任何改善的余地 Badbomb小编也只能请他们工程人员帮忙处理 过了几天结果告诉我会寄一套下部椅件套组来和我替换 也算是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处理方法 但大家都知道 办公椅只要组装上去就很难再拆下来 所以我请教了他们有如何快速拆解的方式吗 还好这一方面小编给我的资料还算完整 也让我学到原来要拆轮值 只要用一字几字就能很快速移除 不然光用手力慢慢拉出 可能会半天的时间都过去了 所以收到替换的零件再次清点数量没问题 我大约用了20分钟就可以自行替换完成 也算简单不难处理 最后完成再次做测试 结果所有的异音就全部都不见了 又恢复到先前刚买的安静品质 这一次椅子的保固处理 也算快速圆满处理好 被Bone的处理态度还是让人可以赞许的 还好没有翻车踩到雷 不然就不知道要如何向香草交代了 接下来就是在等我使用一个月后 再看看有没有同样异音问题出现 如果没有也只能算自己运气不好 真的买到以往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走过半公里 奇妙保固旅程要分享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